是香港那些建制派外國人士才不認識 最近你有沒有看屈大媽還好笑 說出席CIA飯局 是嗎? 是啊 喂大哥 美國領事請吃飯 稍為在香港有一點點地位 就算是區議員也出席過的 民主黨那時候是沒有人願意去的 我們是抽籤去的 嗯 在一個國際城市裏面 跟外國的領事有正常交往有什麼問題 但是現在當然是用來文革式的暴風捉影 但是你看看現在包括美國領事 其實在香港也低調了很多 就是如果沒有一個 中共就很簡單 在進入實質談判之前 它就會不斷推進防線 向前推進 推進到一個地步 到你落實談判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前進了50米了 它一個倒退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被它原本那條線又走前一步了 就是這樣了 嗯 是啊 你說 這個 香港的民主派團體已經解散了 好了 你放回它的人出來 好了 根本人都坐到差不多了 根本已經 那個驚訝的時間已經跟它的刑期差不多了 就放回來了 但是團體已經沒有了 它們的事業已經毀了 但是坦白已經完成了 要做的就做了 是啊 就是要做的就做了 嗯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一個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對孟晚舟的獲釋 這個也是一個 看到一個 很 就是那個套路 其實我覺得 甚至加拿大這邊也是 但是始終始終你要記住 在西方的民主政治裏面 也都是 nothing talk money talk 那當然了 是啊 今次加拿大大選裏面 libero 保住政權 是不是 也都很多 這個對中共強硬的 conservative的人落選 嗯 都是一樣 我覺得也是一樣 就是我覺得很容易我們會 自己wishful thinking 嗯 就是不知道香港的未來 會走到多遠 但是你不可以一雙情願 其實 嗯 這個不是說 什麼散佈什麼負面情緒 我覺得沒有意思 做人最重要是 自己相信的東西 自己看到的東西 講出來 哦 我知道 那這個當然是 就是好過你自己去散佈希望 就是這些盲目的希望 有很多事情 如果你看到 就是 其實是非常清楚 在一個利益關係的時候 你怎麼出來 就是自己有心理的準備 就是我覺得做人最簡單 就不要說這麼容易 就是 這麼容易就是 就是 這麼容易就是 很容易是 給這些消息 影響了自己的心情 就是 就是 我覺得 認清的事實 至少有一個好處 就是 就是 你不是說 你對凡事 抱著一個過高的期望 過高的期望 往往 就是 如果一落空的時候 就會令到你一個絕對的失望 那麼 你的人就很容易變得很 那 然後 真正的放負是什麼呢 真正的放負 你最後的負面情緒就是 大佬 你所有事情 你都是用一個 很糟糕的想法去看 一個很瘋狂的想法去看 唉 說什麼都多餘的 全部都是利益來的 那些什麼 道德光環 那些人說這些 自由民主 全部都是道德光環 就算普京 他今時今日都說這一套 是吧 普京都 就是 我覺得他最經典的事情 就是那時候 跟瑞典的氣候少女 通貝里 通貝里很肥的那個 他很欣賞 通貝里 因為通貝里也很有理想 但是 世上所有事情 不是你看得這麼簡單的 是吧 世上很多事情 或者你都被人 影響一些想法的 是吧 那些其實有很多陰謀在那裡 就是陰謀一個字 就令到所有人 就決定寧願做一個普通人 不要再說理想了 然後就否定了 我想 或者這麼說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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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的巔峰 跌下來一個絕望的 一個谷底的事情 很多人就會這樣想 不要跟我說這些事情了 就是賺錢就算了 六四後遺症就是這樣 就是你問上一代的人 他們不知道六四發生什麼事嗎 但是為什麼他們自己會 最後變成一個紅絲 不要說藍絲 是紅絲 為什麼會這樣呢 第一步你就會說 共產黨鬥不過 第二就是說 所有東西都是利益來的 就是這種想法 所有東西都是利益來的 但是是不是至於 你其實否定了所有普世價值的真理呢 我覺得就算是 你看通了美國的建制派 是基於政治現實 要跟中共談都好 是不是完全放棄國際線呢 國際線當然跟我們2019年的時候 那個高峰期當然是一個滑落啦 但是 所謂的國際線 除了你對政府有影響之外 其實最重要 人家如果是一個民主政府 最重要的後面的民意嘛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現在關心政治的人呢 就是 我也有一點點自己的經歷和大家分享 其實我是在90年代初出來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 在89年之後 也是當時的學生 參與89民運的學生 我們從來從來沒有覺得 在6月4日之前 是會一舉中國民主化對立共產黨的 起碼我自己 我身邊的人都沒有這樣的想法 只是希望中國 向好的方面 慢慢由自由化到民主化 然後之後 組成港同盟 參與91年的立法會選舉 從來都沒有想著民主派會執政的 如果 我敢跟大家說 如果以我的條件 去不選擇政治這條路 可能 我自己一路想 可能在學術上 其他方面的成就可能會更大 但是我從來沒有後悔過 也不是因為這條路 可以帶給我什麼回報 我還記得 當其他同學 在90年代 每個人買樓上車的時候 我自己愚蠢蠢 賺錢又少 什麼都沒有 租房間住 又如何呢 就是忠於自己的信念 我們做很多事情 不是因為那件事會成功 我們才做 很多時候我們愚蠢蠢 因為那件事 你看到它不會成功 很黑暗 你才會做 我們每年出席六四集會 如果這30年來 又一起去 我們在維園見過面 你們會知道 有時候維園是很少人的 這不是因為我們知道 共產黨會平反六四 我甚至不認同這個 平反六四的要求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去呢 等於很簡單 我經常都說 人家有一死 但是我們會不會因為 人會死而不吃飯呢 從今天開始 反正我都死了 所以 如果相信 有這個宇宙天降英才打鬥 那你就會很失望 然後否定了所有現實政治的參與 然後變成一個維園那八 我正正就是不想大家變成這樣的人 我們不是因為 那件事 建立成功希望我們才參與的 是吧 等於曹總 我們在海外 是吧 大可以完全不理香港的事情 不再看香港的新聞 是吧 為什麼每天要花這麼多時間 去準備一個節目 你看我們做兩個小時 我們準備四個小時 六個小時 其實是一份全時間的工作 為什麼在YouTube那裡免費給大家看 如果我不要這些利益的時候 我不要做這些事情 我時間可以做別的事情的時候 我不會得到更大的個人利益 當然可能 但是人做事有時候 是基於一些你喜歡的事情 而喜歡的背後 很多時候是你的信念 是 不是說因為我們 無論大家可能會聽過我 對川普的批評曹總 我們也都對拜登有批評 但是千萬不要 將變成一種宗教信念 去面對國際政治 如果不然 就等於 剛才曹總說的 六四之後 當你所有事情都很慎重 香港人變得很慎重 六四之後 是吧 因為他們的初戀 政治上的初戀 是遇到這個殘酷的家暴對待 暴力鎮壓 是吧 我們整個九十年代的香港 就進入了這個地產狂潮 美劇 瘋癲的娛樂等等 然後我們迎接九七過渡的 就是馬趙跑繼續下去 共產黨就用Buy Time這種方法 一直為香港人繼續繼續 以為那件事可以永遠 所以我說最重要 最重要 如果你要聽 一些你們想跟你看法一樣的東西 那你就找一些跟你看法一樣的東西去聽 其實 對我們來說 免費做節目 不是一個 是純粹 是大家 娛樂 你要別人娛樂你的話 其實有很多 你看這個魷魚遊戲 都很大娛樂的 是吧 是吧 所以我就說這個 不是灰不灰的言論的問題 嗯 而是你的判斷 你的看法 有一些新聞事件發生了 我自己理解 我和曹總的角色 是一個專業的時事評論員 嗯 我們不是教主 是 不是邪教領導 其實是 對不起 不會 起碼就不會因為 就是我這樣看 就是不會因為 就是不會因為 就希望大家 就是因為我們的政治信念 就是要推廣這種政治信念 然後看到一些 就是說非成事 是吧 如果你擺明是說非成事的話 那你就變成了 批評了 你聽起來也沒有意義 是吧 沒有任何支配罪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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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開心的 我想問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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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會出兵來台灣 保衛香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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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說 你要聽這些 美國出兵保衛香港的 大把這些人 Come on 你不需要來這裡 不需要留在這裡 你要天天充滿正能量 明天之爆的 也有很多人在這個 民意輿論的市場 去提供這種 中國必忘論 中國明天爆炸論的 其實都是 是吧 如果明天不爆炸那怎麼辦 你是不是不起來做人 不吃飯 是吧 你要打疫苗是什麼 政治上打疫苗就是 大家不要太天真 嗯 是吧 我們經歷過八九年民運之後 所謂的國際線的情況 是看得相當清楚的 其實 我沒有其他記憶 我只是親身 是體驗過 我在民主黨工作的時候 去認識 Nancy Pelosi這幫人 就是那個年代的了 其實 他只不過是一個 加州參選的國會議員 他就是今天的Marcus Rubio 共和黨裡面的 嗯 是吧 當時香港關係法 我們這麼努力去做完之後 又如何今天放在美國那裡 嗯 其實這個 有沒有按制 所以我說有時候 對國際政治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當作吃花生 有些人當作學術分析 是不是 有些人當作實踐 過去沒有這種實踐的 現在有了 你看到梁繼平 周永康 羅冠聰 張崑陽 他們 是不是 也當作是他們 工作實踐的一部分 更加需要一種專業 將自己的正面負面能量 如果是這樣 國際形勢逆轉 去到1992年 鄧小平南巡之後 那黃丹那些 是不是應該 回大陸 嗯 是不是 但是為什麼他到現在 還是為中國民主而努力呢 這麼多年都是他 你看到八九年一直走到現在 為什麼中共到今天還要清算支聯會 因為那個仇恨就是在八九年 當然很多人對那件事是沒有記憶的 其實是 是 如果我們是過來人 有經歷的 我覺得也有責任 有責任說出來 而不是一方面 不斷說中國必忘 美軍會解救香港 其實說這些說話很容易 真的 要拿眼球握like 或者大陸叫做拆流量 是不是 等於外國產業一樣 用什麼呢 其實過去很多人都做過的 這些事情 是吧 大家都領教過的 是 我覺得就是這樣說 因為 你由這個 就是0371 接著去到這個反國教 接著就去到這個雨傘運動 尤其是去到現在 雨傘運動 尤其是雨傘運動 尤其是雨傘運動 香港人開始 就對國際勢力 就存在一個很大的期望 尤其是當時 這個香港民主人權法是怎麼來的 只會記得當時是雨傘運動之後 黃之鋒他們就開始做國際線 去談這件事 其實是 是至到五年之後的反送中 才是真真正正立法 這個過程已經很漫長了 你說對國際壓力 因為香港人以往就覺得 什麼都沒有什麼可以制衡到共產黨 沒有什麼可以制衡到共產黨 除了這個國際壓力 為什麼我們對國際壓力這麼重視呢 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那去到今時今日 嘩 你發覺這個大哥打到今時今日 反送中已經是去到香港的抗爭的一個極致 甚至香港的抗爭已經是去到世界級 讓香港對世界不同的地方的抗爭 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黑鴉 是像我所說 是一個很大的啟發 但是去到這麼大的啟發,去到香港人盡了這麼大的努力 最後好像現在這樣,又好像以前那樣,鬥而不破? 甚至乎我們看到,不是啊,不止我們香港人的利益 是去到武漢肺炎了,拿了美國人多少條命啊? 不止美國人啊,拿歐美也有很多條命啊 為什麼最後都可以鬥而不破呢? 很多人會這樣想,如果連歐美也搞不定共產黨 那共產黨是不是刀槍不入啊? 以後就沒有希望了 人生沒有希望,禁鐘閘 真的沒有希望啊,這個其實我明白啊 但是說真的,中國可以自爆,自爆在經濟層面 但是,自爆等不等於共產黨下台,這是兩回事 就算共產黨下台 我最近跟一位在這裡的香港朋友問過,其實都剛剛來到的 朋友說,有沒有想過,如果老共突然間在這兩年裡面刺爆 我們現在去英國啊,你回不回香港啊? 你回不回香港啊? 回不回香港啊? 如果資爆了,首先資爆之後,香港有動盪了 或者香港的抗爭再起,你回不回香港? 第二,共產黨真的下台,你又回不回香港? 這兩個層次先,你怎麼回答? 我問他吧,然後他說,還是要看定一點啊 還是要看定一點啊,大哥 是不是? 因為,資爆是一回事 共產黨下台是另一回事 但是,之後等不等於香港,不是 之後等不等於香港真是光復? 或者是不是香港光復這麼簡單的事情? 是吧?可以發生很多事情的啊 是吧? 但是,什麼才是真正的希望呢? 如果我們對大局,我們就好像絕望的時候 不如我們做一些我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啊 譬如我們社區裡面,很難得的,譬如香港這樣 大家好 我告訴你